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早安 歡迎收看6月19號星期一的開市感浪 我是林子彤 先和大家看看上星期歐美股市的表現 見到華爾街股市上星期五個別發展 網上零售商亞馬遜進軍傳統零售業 以137億美元收購高檔超市Whole Foods 亞馬遜收市升2.4% Whole Foods急升超過29% 不過消息令其他領售股收押 旭爾馬收市要跌4.7% 至於蘋果收市跌1.4% 拖累科技股指數跌0.2%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上星期五收市報21384點升24點 納斯特克指數方面收市要跌13.6151點 標普500指數收市報2433點升91點 至於全星期計 道指累積升0.52% 納指跌0.9% 標普500指數升0.05% 至於數據方面大家可以看看 今個禮拜將會有多個聯儲局官員發表講話 經濟數據方面公佈不會太多 未來兩天會公佈第一季經常帳收支 和五月二手樓銷售 勞公佈星期四會公佈上星期 新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市場估計會增加到24萬人 同一天會公佈五月領先指標 星期五會有新屋銷售 六月份Market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 和服務業PMI的初值 至於聯邦快遞、甲骨文和Blackberry 就會在今個星期公佈業績 之後可以看看ADR的表現 在美國上市的港股預托證券 個別發展 回控的美國預托證券 上星期五收市折合68.64港元 比本港收市升了0.42% 中移動跌0.1% 中聯通方面升0.15% 中人壽升0.42% 中海油方面跌0.34% 中石化升0.42% 中石油跌0.2% 之後看歐洲股市 上星期全線上升 倫敦富士法指數 上星期五密收市升44.7463水平 法蘭克福Dex指數 收市升60.12752點 巴黎Cat指數升46.5263點 之後可以看看商品期貨方面的表現 國際油價反彈 美國活躍轉機連續22個星期增加 但增速放緩 油價借消息反彈 紐約7月份期油 馬修市報每桶44.74美元 升28美元 至於倫敦布蘭特8月期油 每桶報47.37美元 升45美元 兩份合約上星期累積跌超過1.6% 連續4個星期下跌 之後可以看看金價方面的表現 外圍金價變動不算太大 美元匯價回落也支持金價企穩 紐約8月期間 收市報每盎司1,254美元 升了1.8美元 另外可以看看美元匯價 美元對主要貨幣下跌減 受到新公布的房屋和銷售數據 比預期信息影響市場 都關注美國經濟增長的前景 美元匯價方面對港元就報7.7996 日元111.13 歐元1.1192 英鎊1.2774 瑞士法郎0.974 家元1.3224 澳元0.762 紐西蘭元0.7265 債券方面 美國10年期國庫債券息率報2.16 30年期債券報2.78 今個環節請來阿諾 跟我們說一下 阿諾你好 阿諾你好 我們先看看美股方面 剛才也說到 其實今個禮拜 先後有六個聯儲局高層發言 相信都是今個禮拜的市場焦點 看他們發言的內容的時候 要留意些什麼 美股今個禮拜的走勢 是不是都會受到這方面的影響 其實我覺得短期來說 美股的變動 預料不會太大 我自己看可能甚至有機會 出現輕微調整的狀況 因為其實雖然說 大家會關注聯儲局官員的相關言論上面 但其實我覺得 特別上次六月份 意識結果之後的記者發佈會上面 基本上現階段 聯儲局的貨幣政策已經是非常清晰了 之前市場可能說 不知道聯儲局究竟加上今次息之後 未來加息部署是怎樣 怎樣去縮表 這方面來說 會有一個很大的分歧 所以大家會觀察相關的官員 特別有投票權的官員 他們的言論是怎樣 對於未來貨幣政策的取向是怎樣 這個會是一個比較關鍵的因素 但是經過六月份的議息會議之後 基本上現階段大家都有共識 就是六月份加完息之後 下一次加息很大機會是12月 甚至是2018年的年初 這樣才能夠見到 而且再加多幾次息之後 最終的利率目標 可能現階段都是1.5至1.75左右 即加多兩次息就完結了 這個加息周期 反而說未來的焦點 我們來看回縮表的過程當中 預料一下如果你要縮表 縮到金融海嘯之前 或者大約這個水平 仍然是一段比較漫長的時間 上次的議息會議結果上面說到 每個月最多都是500億美元左右 但是其實仍然有個區間 或者未來的進度是怎樣 有個很大的分歧在這裏 所以固然聯署局官員的言論是重要的 但是相信 帶來對釋放的影響 或者會不會跟市場的看法 有個很大的分歧 相信機會不大 反而說這個星期 我覺得特別對於外圍股市方面 焦點可能落回歐洲上面 始終說現階段來說 歐洲仍然有比較多利好消息在這裏 包括法國的國會議會結果選舉上 第二輪投票產生出來的結果 都是屬於一些利好作用在這裏 對於法國當地施政等等 都是有個幫助在這裏 也都說英國今個星期開始 星期一也會進行一些脫歐的談判在這裏 大家其實現階段的看法都預料 遠脫歐的機會是正在增加的 所以我們在說市場方面 對於歐洲的消息來說 可能相對比較利好一點 特別對於這裏我相信 如果歐洲方面仍然持續有利好消息 而美國公佈出來的一些經濟數據 如果在未來這段時間來說 仍然不是特別強勁的話 資金仍然會有機會持續 可能由美國市場會流落到歐洲市場上 可能會造就到美元弱勢 或者歐元強勢這個跡象在這裏 所以我們在說 美股方面未必會再受到資金的追捧 而不斷地向上破頂 所以短期後市來說 我覺得有機會 真的在說 美股稍微做個調整 但始終在說 經濟數據又不是說真的非常之差 企業業績方面 又未止為一面倒利答 所以我覺得即使調整也好 所以預料的幅度會不會太深 在外圍今個星期會有多些消息 看看港股方面 上個星期失授了20天線 市場今個星期都觀望A股入魔的結果 看看開市的表現 恆指最新升了百多點左右 25768點的水平 是否在結果公佈之前 港股可以有一個上升的空間 還是拉鋸的價格為主 我想你在四月一星期二 在結果未出來之前 其實我覺得 變動應該不會太大 始終在說 A股能否入魔這個因素 對市況來講 影響會相對地比較大 始終是第一方面 因為在看一些大行報告 或者市場大型機構投資者分析 他們覺得A股能夠納入MSCI 的機會率是高了 但整體而言 都是五成多左右 所以他們也不是說非常有信心 而最重要的是 因為市場對於這個看法 分歧仍然相對地比較大 所以都導致到 在消息之前 即是在六月初這段時間 已經有大量的資金 已經流入到A50 ETF 相關的資產上面 對於這個因素 已經做了一些炒作 所以說 最終的結果 可能會導致之前的大批資金 可能在部署策略上面有個變動 所以不排除短期後市來講 可能因為A股納入MSCI 這個相關的因素 而表現 會比較反覆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 雖然 現階段我會建議大家 以觀望態度為主 我覺得A股納入MSCI 機會的確是高了 但是始終說 如果仍然針對人民幣流通量 國際化這些相關的因素 又的確不是太樂觀 所以短期來說 我會建議大家看法 仍然審慎一點點 如果從整個技術走勢上面 看看 今天雖然大事反彈了 百人意念又多 但是 我都不建議大家看得過分地樂觀 如果短期後市的技術走勢 這些位置看10天20天線的意義 就不是太大了 暫時我覺得指數比較大的機會 可能徘徊是25,600至26,000店 這些區間 仍然橫行在這個區間的過程 其實後市是沒有什麼方向 至於投資者暫時 我建議最好抱回觀望態度 留意25,600這些支持位 如果真的穿上去的話 其實我覺得後市有機會試一條50天 可能25,100至25,200 還有這些位置 你對港股的看法都挺保守 我看來內地有些勸商 都是對未來A股的看法都是保守的 廣發證券認為A股市場 在未來一至兩年 可能是一個萬熊的格局 看到互心兩市方面 暫時來說都沒有什麼方向 你又怎樣看A股短線的走勢 其實如果對於A股來說 A股能否立入MSCI指數上 我相信對A股的影響反而言 是沒有那麼大 因為之前對港股有比較大的影響 因為之前有大量的資金 流入到A50 ETF 這些相關的資產上 所以都導致到 已經有些資金提早炒作 但特別對於A股市場上 可能真的受影響 在A50指數裡面 一些比較權重的 好像評寶 招商銀行 但始終A股的規模相對比較大 單單幾隻股份的影響性 相對不會太大 反而對於A股來說 大家的焦點都是在說 未來來說 究竟去槓桿 這相關的動作 是否會持續 而看回內地券商 近期的分析 意思就是 第一方面 預料金融去槓桿 這個動作 會維持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所以會不會再次導致 因為靠槓桿的因素 而導致到A股的成交大增 兩融金額急升 這個機會真的不大 所以預料A股 整體而言 即使A股能否立入MSCI指數 都好 膠頭仍然會相對地比較低賣 而最重要的是 一些內地的券商 對於未來的看法 都是覺得 內地的利率 未來來說 會踏入一個上升周期 利率上調的速度 不會說真的非常發 但是 預料上升周期 會相對地比較長一點 如果看過去這10年 A股試過幾次加息 但很多時候都是因為通脹壓力 而有急劇加息的情況 當在加息周期的情況 對於股市來說 是有影響 負面的衝擊相對地比較大 但未來這段時間 如果加息周期 是比較長 也不是比較急 其實我相信對股市的影響 未必說真的太大 但對企業盈利能力來說 這方面可能會造成打擊 所以預料A股 其實後市來說 會不會再穿一個急升 大升的格局 我認同券商的看法 的確會比較困難 好 先和Ano談到這裏 看看恆子最新的表現 升了超過200點 升幅 進一步擴大到2588點 這個水平 謝謝Ano 今天這麼詳細的分析 我們接下來 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我們稍後回來再見 以上資訊由耀財Moneyhunter提供